各位同仁請就座我們繼續開會 向大會報告 今天上午繼續市政總執行 第一位由鄭光峰議員執行 時間45分鐘 好 謝謝 謝謝副議長 主席副議長 市長 三位副市長 所有的高雄市政務的執政團隊 電視機的朋友 媒體朋友 大家早 那今天是應該不曉得 第幾次的市政總質詢 也第一次九點 第一次這麼早的第一泡來做總質詢 那今天的題目 講的是叫做 翻轉高雄的基因 那這個基因 代表是一個人的一個體質 我想我們黃局長 衛生局的局長很清楚 一個人一個體質 遺傳好 老伯沒有什麼好伴 那體質不好的話 花很多錢不一定有那麼健康 這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基本概念 那民進黨執政 過去以來 每一次的都 告白費車 南北建設不均勻 不管怎麼樣 我們在發財部的告白費車 好不容易 市長好不容易 我們完全執政了 那很多的制度 舊思維或者舊的法規 我們深深以為 應該要有一些來做檢討的時候 就像一個城市 這個蝦蝦 這個蝦蝦 如果 或體質不好 體質就很差 其實需要很多的保養跟花錢 斷子不想牽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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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市 台北市有史以來 就是一個好的基因 得天獨厚 得天獨厚 那我們高雄市體質差 它就是一個工業層 我們自求多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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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 我要講的是 在我們的上兩三年前的氣爆 我想市長辛苦了 所有的執政團隊辛苦了 我們這個事件 只是告訴我們 喚醒我們說 高雄就是一個工業層 我們不要再在那裡挨了 但是在這個工業層的架構之下 我們到底要怎麼改變這個城市 因為我們的基因是 叫做一個工業層 那我要講的 包括稅入 所有的稅入裡面 跟所有的 我們所有高雄市民 這部口 十人來 單單十人 從一百年沒有十年 一百年到一百零七年 台北市有多達四千億 四千億的議省合開 基礎建設這麼完整了 所有這樣的建設這麼完整了 它還有加我們高雄市四千億的合開 統籌分配款 我們從縣市合併之後 我們管齊合併之後 我想這個所謂 我們都在愛 財政局長每天就變議省 你愛 大家告訴我們 你怎麼變呢 為什麼還要不肚子 不管我們的體質就是賣 一百年 民國一百年到一百年七年 我們組組大概少了 不是少了 我們比台北市就減一千億的議省 一千億的議省 都做多少工作 一千億對一個散家的小孩 對一個散家的小孩 對照台北市這麼得天獨厚的城市 能夠做多少事情 所以我們在這個主題裡面 我們在想說 民進黨已經完全執政了 我們如果說我們高雄這個小孩 一個工業層的小孩 如果下去用舊思維 你跟中央投資 怎麼都比不上 怎麼也是在這裡 逃不出這樣的一個財政的魔咒裡面 因為統籌分配辦法裡面 永遠 永遠 他的營利 他在這個城市賺多少錢 人口土地 人口土地就已經是現成了 財政 更加不用說 財政我想居然很清楚 財政還要怎麼 比台北市還要賣 所以我們唯有從營利裡面出口 如果 如果我想 中友好不容易把總部 簽到我們的高雄市 其他公司我們並不清楚 但是我們要求所有在地高雄生產事業的公司總部 一定要簽到我們的高雄 一定要簽到我們的高雄 簽到高雄 因為這跟我們的統籌分配辦法有差 但是我如果說 這個營利事業的面積 都一定要計算在當地的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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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我們環保局給我的資料 這個資料 這個資料裡面 由1003年至1005年 這個AQI AQI的意思就是空氣 平均的指數 這個AQI 我們把這樣的一個 我們各位可以看得到 這中間右邊 幾乎都是不良率的 你說環保局有沒有認真 我說很認真啊 我說非常認真的 你說我們到底要怎麼樣把這個AQI 把他從這個右邊把他慢慢降低 有沒有辦法 我們每一次的部門質詢 每一年都在談這一件事情 高雄市這一兩年的空氣 雪上下霜 我們在責怪環保局嗎 我不覺得不盡難 他只能積查 你說要把工廠說 你不要再冒煙了 關起來好了 也不盡難 經濟的 經濟的一個 我們這個工業層 可怎麼樣 我們可以 可以把這個工廠 讓他停工嗎 也不太可能 100個蔡門義局長 也沒辦法去解決這個問題了 我們把所有的 工氣 空氣品質 來做一個比較 高雄市No.1 剛好最初的第一名 最初的第一名 如果按照一個全國的指數 剛好是台中市 台中市 剛好是全國 以全國的一個平均指數一樣 高雄 台南 最快 這個說明南北均衡 長期以下來的 空氣品質 剛好是這樣 我們 領越糟集的 空氣越壞 統籌分配金 領最少的 空氣越壞 財政局長 你有沒有認同嗎 你先起來問一下 我的認點是這樣 局長你 你有沒有認同 我們從這張圖裡面 真的是這樣 統籌分配金 那個分路借委 我們我想這個地方 品質最差 最多的 台北市前兩天 公告一個什麼 公告說 我如果空氣 烏煙到地幾個 他說要停班停課 好讓人的驕傲 好讓人 好讓人的驕傲 市長 他們去說 我在把上面這一張 台北市這麼樣的 擔保這樣的污染源 他去跟人家宣誓說 我這個好讓人 我真怕死 我們要怎麼 我們就要來停班停課 我們的孩子 生命 跟高貴 對照我們高雄市 高雄市 台南市 這樣的比例 對我們同樣 身在台灣這個土地裡面 情何以堪 情何以堪 那這個的標準 台北市 公告的這個標準 我是不是請教一下環保局長 按照這個標準 我們剛剛秀出的那兩張圖 我們有可能要停班停課嗎 蔡局長請回答一下 來 局長請答應 好 謝謝副議長 謝謝曾議員 如果按照剛剛那兩張圖 是不會有停班停課的情形 因為這個是要到AQI 400 AQI 400以上 就是 這個是40% 這個400以上 10倍嗎 是這個意思嗎 你們給我的這個 這個40%這裡 要大400嗎 還是 對這個 這個是 左邊的這個綠色的是50 是50以下 所以他講了400以上要停班停課 這樣不就知道他人 請坐 那台北市不就知道他人 台北市 單單一個10%到15% 就這樣要公告400% 他就要停班停課 他是不是在影射我們高雄這裡 你們這裡真是太壞了 這是很誇張他們公告這個法規 真是財富的傲慢 真是不過如此 第二個我們要檢視是水質 各位鄉真的是環境 我們的水質是硬水 我在幾年前 因為我們的石灰岩那個土質 造成出來的那個水 硬度比較高 那我在 我在跟 精華局的自來水公司的經理 跟他問說 如果 我們的年 變得軟的 要花多少錢 把市長報告 答案是200億 200億 好 如果我們不要花這200億 我們現在的水質又是怎樣 口感不佳的水質 市長報告 它的每一度 還是比台北市更多了 所以 我想精華局 局長 曾局長 不好意思 我們高雄市的水質每一度 也比台北市更多了 局長有沒有什麼想法 曾局長來 請發表你的意見一下好了 我們常常這樣喔 一度的錢 我們一般的住戶 所有的住戶 都在第一段 第二段 第三段裡面 幾乎百分之八十以上 我們一度就要比台北市更多 這是什麼道理 局長請回答 局長請回答 謝謝主席 謝謝總統議員 台北市的水費大概 全台灣有兩個自在水公司 台北市獨立一個 其他一個 所以確實台北市有特殊之處 就是說 他們是有補助嗎 台灣整個國家就一個 自在水公司 沒有 他們的水的狀況是這樣 他們有大雪山山脈的水源 它其實狀況真的比較好 匪水庫 大家都知道 匪水庫的水質 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它在處理成本 相對來講 都會比其他的縣市來的低 那當然除了水的處理成本以外 訴訟成本也要另外考慮 因為台北市的人口密集度最高 所以它其實相對來講 是佔了非常多得天獨厚的條件 別的縣市是沒有的 局長好 我這樣聽我就知道了 我不是在勤分請坐 我在醫師聽你 我不是在勤分 我只不過要陳述一個事實 水質在這裡賣 如果用台灣做一個整個標的 台北市跟高雄的比較 我們有必要做一個調控的價錢 要做一個總體的調控啊 好 我們再來談 我們現在是 這是我那時候調查 102年一個數據 高雄人都說去乾水的文化 現在差不多 不是說水質不喝 是口感不佳 所以我們要講的 一個水質 單單這個水質 我們就好到台北市就很夠了 但是呢 我想剛剛講到空氣跟水質 我們的觀光品質 在最有名的孤獨星球雜誌 我們是高雄市 是一個很適合的 在這裡的居住的城市 來這裡刺激的城市 我們覺得這裡的空氣 水質又不好 人來這裡又很鬆 背包客 為什麼 這邊真的 我們有很好的人情味 我們這裡有很熟的東西 我們就有友善的環境 這個當下 我想高雄市市長 你的知識多 幾乎都是七星醫生 幾乎 八星是神 為什麼 永遠有兩層 沒有要表態 永遠有兩層 是政治的意識形態 所以八星醫生是神 所以幾乎七層以上 真的很不簡單 真的很不簡單 在現有的資源裡面 真的非常不簡單 再來 我們講到城市的光榮感 更不簡單 我要問一下 研考會的主委 請問你主委 沒多久了 不好意思 主委請站起來一下 我們講高雄市的市民光榮感 台北市多少 我要問一下這個數據 我沒有看到台北市的數據 他們都沒有來做比較嗎 你應該有這個數據啊 我每次問都沒有這個一個很明確的答案啊 是不是張夏勤局長可以來代替回答 市民局長 因為這個題目是我們設計 歷年來都是用這樣來 自己跟自己來看我們的取勢 主委 我講一下 所有的幕僚長 所有的幕僚 他一定有每一個縣市 自己取定為支持度 應該還有光榮度 你不妨 我要這個資料私下給我一下 我是來不及查 所以我想當下問你一下 可以去查查看 對 我要問說 我們這裡 我們的環境這麼壞啊 我們還有知道 這裡大的光榮感 這是很不簡單的事情 那我再繼續問你一個問題 你覺得光榮感的原因是什麼 高雄市民從一個很困難的環境之下 然後 然後開始覺得說整個城市在進步 我想光榮感的來源在這裡 你講的等於沒有講啊 請坐 我覺得是這樣 請坐 我覺得我們高雄人 南部有包容跟善良的南部人的性格 第二個 我覺得我們這個地方 是有一個比較低廉的消費環境 第三個 我覺得 它有和諧的政經環境 我們雖然不是和諧 要不然這十年來 我跟市長跟所有的團隊 做一個分享 我覺得說 我們所有的高雄市民 在這一塊土地 這十年來 它有一個比較和諧的 政經的 和諧的政經環境 大家不覺得擦擦擾擾 打破一些政黨的一個界線 大家不分藍綠 把建設再做一個第一個優先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重要的 和諧的政經環境 最後一個 我覺得我們團隊有認真 跟青年的執政團隊 我覺得我是這樣 所以我在這裡也要 但是我這裡要公開的 這麼剛剛講的 這麼險惡的環境 我們能夠這樣的光榮感 跟市長的支持度 我在這裡公開的表揚 跟趁許 那在這樣的一個裡面 我想我們在這一次的前瞻建設裡面 我們也提到了 包括幾樣的重大建設 包括我們的路竹 岡山道路竹的沿線 還有黃線 黃線的那個捷運 還有我想這裡比較重要 大概是這兩個 當然還有其他的提案計畫 這個提案計畫 攸關我們自己要怎麼去 跟中央政府投資 那幾樣我要順便要問一下 第一個我想水利局 水利局來問一下好了 水利局我們這個事實 將近50億的提案計畫裡面 我要問的問題是這樣 局長請站起來一下好了 好 對 如果說遇到紅胎 這個50億 每年都有紅胎這樣摧殘 我們花這50億 會不會是被公罰 會不會 我問這個問題 謝謝主委 謝謝鄭議員 對 我們這個是屬於前瞻計畫裡面的水環境 那它不是一般的這種防洪相關的工程 就是說過去我們在像愛河前陣河一些戶案 然後它整個戶案是過去老舊戶案 但是我們這次是做整個環境的改造 對 我的意思說 風胎 你就知道高雄市 金牌名 風胎都會來高雄這麼多 每天都來掃 我們就花50億 整個如果都給人 會不會是被公罰 我問這個問題 會不會 錢會去贏嗎 我們這一次如果有做 就是很多設施 會重新把它做得更自然 更強化 所以應該是會有相關的 更強化的一個效果 好 我們希望你的政績能夠凸顯 把它爭取下來 第二個問題請坐 我問一下局長 教育局長 我們校園的智慧的那個 這個叫什麼網 太大 智慧網路 智慧網路 局長 我想要問的是 如果這個智慧網 大家老師應該都有幫助 那我們在校園裡面 學生就要上課 它這個用在哪裡 我也特別要請教一下 有需要嗎 當然是要的 因為學生的現在學習 很多都是那個數位學習 行動學習 所以我們提供的所有的學校 都有這個寬屏 然後同時提供給老師 現在學校沒有寬屏就對了 都有 都有 這幾年建制完成了 所以我們的速度非常的快 容量也非常的大 包括也提供給學校 還有老師使用 好 請坐 所以還是有 簡單計畫還會再增進 所以還是有需要就對了 所以還有當然還有那個 我講的應該是還有那個 停車的問題 今天局長 我印象他有跟我請假 因為他到歐洲去 副局長在嗎 交通局的副局長 副局長 副局長 兩千萬夠嗎 有沒有再更具體一點的 高雄市民的停車位 這樣的不足 有沒有更具體一點 來 局長請回答 副局長請答案 謝謝主席 謝謝鄭議員 那個兩千萬的提案的話 是我們當初要提案的時候 一定要找到有限制的土地 然後在市區有一些土地的話 我們跟地主要去協商 有些地主不願意來提供 像有些校園 那不願意提供我們 可能就沒辦法再提供 繼續更多的停車場 不要做半調子 我覺得這個停車位 如果單單就兩千萬的停車規劃 那應該有巨部 那我需要這方面的進一步的資料 好 請坐 謝謝 再來就是道路品質 我剛剛已經說 我不是要計較台北市是多好的 我們只是說 在這樣的一個環境之內 台北市的基礎工程 這麼樣的完整 我問一下阿喬局長 局長 台北市單單道路維護一年多少錢 你知道嗎 目前我了解差不多有二十億 二十億 我都聽了都很高興起來 每一個理長都跟我們愛說 我這個路要討可以嗎 那條路不要做一碗就好 我想部門質詢 我們都跟局長說 好心裡拜託 大家都各憑本事 不用讓我們的路用得漂亮 三十億也好 我們大概印象 我印象只有五億對不對 局長 我們明年編六億 六億多 對六億多 五比一 五比一 一丟 可憐台北市的路已經翻兩遍了 我們可憐還在那補一補 請坐 真的可憐 所以我們這個提案機 我覺得應該 最後一個是屬於我們衛福部的社會局 是屬於那個長照 我要問你一下 我們的姚局長 我們的長照的計畫已經不是都已經都有 這個應該是建制是在前瞻計畫裡面的提案嗎 請局長回答一下 來 局長高 謝謝主席 謝謝議員 這個是針對我們老人活動中心 社區活動中心跟其他閒置空間 跟照管分站 衛生所等等 如果是要提供長照的修繕相關的一個部分的前瞻建設計畫 這個為什麼不是衛生局提出來 而是社會局提出來 我們是跨局處 跨局處 有社會局有衛生局還有區公所 好 請坐 所以我要講的是 剛剛我們很難得把這樣的我們的前瞻建設也好 提案計畫也好 我想我們高雄市不外乎 我們短期內 我的看法是不可能會改善現有的空氣品質 很大型的改善 我覺得不太可能 因為它是結構的問題 第二個 我們目前沒有增加結構性的產業聚落 第三個 我們的人才其實外流嚴重 第四個 我們等一下有數據是 高雄人是全國最不敢結婚的一個生育 生育率也很低 那這些 那這些的提案計畫 我想要具體的要來談就是 第一個 我們要讓大家知道說前瞻建設跟提案計畫的 是給高雄合理的 體質不好這個城市的善意 我覺得那是必然的 你沒有給我 我覺得你就是對不去高雄市一樣 第二 本習覺得除了這些之外 我都雙手贊成之外 那我也跟市長做報告 我們希望更多的以人為本的政策 以人為本的政策 第一個 我們沒有一個城市健康的一個計畫 沒有一個 現有的衛生局 我實在是不忍苛責 因為我跟健康管理科調資料的時候 他覺得很為難 因為他知道沒有了經費 健康管理科是所有衛生局裡面 最多經費的 最多錢 那分掉那邊 做到那邊 幾乎沒有一個能夠規劃一個完整的健康的一個政策 我們等一下會做一個論述 第二個 我們如果以人為政策的話 我們如何增加現有人口 增加需求 刺激內需 高雄市的內需 第三個 我們怎麼樣有增加我們企業 我們所謂產業鏈的招商 那我這裡有幾個建立 我想提供市長還有所有各局處做一個參考 第一個 協助在地企業永續經營去拓展 如果 如果 高雄市 短期內 我們沒有辦法吸引很多 很多的聚落產業鏈來這裡 設點 來成立新的經濟型態 我們覺得怎麼樣去協助現有的企業 我覺得那是必要的 第一個 我講幾四個例子好了 中鋼 大家都知道中鋼的轉爐史 最近我們高雄市的很多的先制政府 還不容易把它銷 那是他們中間的痛 大家都知道 中鋼的轉爐史就是一個產品 但是 所有學術都在那裡拆來拆去 我們沒有辦法解決 它是一個企業的痛 第二個 所有在高雄市的鋼鐵業 他們的爐渣的去化 我們中央到地方 我們怎麼樣去協助它 可以生產很多的鋼鐵 有才能生產 沒有辦法 就尖尖連我們的爐渣 高雄市政府 燃燒垃圾的爐渣 我們就何止的 那麼懶得消滔掉 我都覺得 這是我們應該要在產業上 來做協助的 第三個 我們舉中鋼為例 我們最近 中鋼這個小港的理長 來給我拜託 拜託什麼 我們來給他等幾個 我怕一條 包括市長什麼事 因為每一年 中有小港的每一日的理長 的辦公室 一年十五萬 今年要賓 二十五萬要賓十萬 這幾年來都這樣 身材他說沒有錢 丟雞蛋是不理性的行為 我們想到說 一個大企業 他為了我們台灣的經濟 也許就單單這樣 在一個人跟地方城市 地方的行政區域裡面 做這樣的溝通 我想政府應該有必要 怎麼樣去做這樣的機制的協調 最後一個是 我的老朋友 他拜託我 他是做貨櫃業者 我也跟部門質詢說 這些貨櫃業者好像做菜 沒有尊嚴的 會頭路一樣 台糖的土地 他租台糖的土地 做貨櫃的置放 所有的都市計畫網裡面的租金 都不符現況的經濟的成本效益 那他現在去租台糖地方抗爭 好 他真的很仔細要願意 來找一塊安生利命 他會去的 貨櫃是最後末端的一個 經濟鏈的其中一個 最不被重視的一個地方 可是又出眾 又必須要的一個產業 找不到地 我跟市長報告是 所有的這樣的類似的 他們怎麼樣去 能夠願意花成本 古年台糖 租金起一杯 就在我們的奉頂路沿線 中安路沿線 我們可以知道說 台下 我們這樣公告地價提高之後 他們的租金也相對的提高 所以我們在 我剛剛第一個建議是 我們怎麼樣協助在地企業 的單單 我們在在地企業 怎麼去協助他 這是我第一個建議 第二個 我們也許每一次 但我們今天下午 我們財經小組又要審 財經小組特別是 我們曾文森局長你的預算 每一年的上演大戲就是 我們怎麼樣招商 叉叉腦腦 永遠吵了兩三個小時 永遠沒完沒了 最後結論還是過 但是終究我們希望說 是不是 在現有的組織架構裡面 我們如果在 單單一個 金花局裡面的一個招商處 有夠容納 也具備這邊財經科技土地 這邊資產的人才 來做這樣的招商的人才嗎 現有的公務人員 有夠這樣的資格 有這樣的人才嗎 我們有沒有辦法 這個單位它是一個 就是單一窗口 讓這些企業 真的要來投資的 有一個單一窗口 做一個總協調 不用再去環保局 不用去工務局的建管處 不用再去消防局 因為新清還來 我們只能講說 不知道怎麼辦 半年也好 甚至賣不得的 顧問公司用得一單也好 非常非常的繁瑣 第三個 如果這個單位 我們希望能夠有一個 永續的企業經營 跟永續的服務 我想這是一個 應該要突破的一個 組織架構 我想政局長 你還要認真 大家又要怎麼念 我覺得還是一樣 我覺得還是一樣 好 第三個 所有剛剛我們講到了 戈湧期 現有的污染源 是所有高雄 是所有台灣最大的 但是 我必須要非常非常的 嚴肅來講說 幾年來 戈湧期沒有完整的健康城市 這樣的一個策略 沒有 沒有 我也不忍苛責衛生局 這樣的微小的 這麼糟的經費 我們不能講說 亂槍打鳥的政策 而是 真的巧妇難為無女之催 我們有必要去 斤斤計較說 啊 疫苗 就像65歲以上的 還是幾歲生的小孩 嬰兒這樣做而已嗎 這個城市 污染的是全國第一名的 我們全面給他打 感冒疫苗 不為過啊 那是我們台 我們高雄人 應該要 給他的福利啊 我們的環境 就是這麼顯樂 我們的免疫力 就比較特別的差 我們都給他全部 我講的是一個 全面性的 健康城市的政策 第二個 我們現有的 剛剛 我也特別來選 台北市政府 這樣的傲慢頒布 這樣的一個環保 空污達到什麼 400QAQI的一個400% 然後他要停班停課 多麼糟糕 高雄市的這個政策 多麼糟糕 高雄市的法規 但是我們回頭想 如果高雄 我們空氣污染 如此的嚴重 我們到底 這個城市的健康政策 是什麼 我們有沒有完整的去把它規劃出來 然後大家一致來做這樣的一個規劃 譬如說 譬如說 我們前兩天也是上個禮拜 高雄做一個研究計畫 局長應該也知道 人無常 台塑的人無常 恐怕會有腎臟的危險 其實我跟各位 所有的高雄市民媒體朋友報告 每一個場如果單單要研究起來 都會有這樣的結論 我不是在危言聳聽 但是呢 我們最重要是什麼 我們在這樣的一個空氣品質之下 我們到底有沒有一個政策 我們有一個策略 來把這些錢花在這個 以人為本的政策上 第三個 我要跟市長跟所有的市民報告是 我們不要去忽略掉我們的心理 防治 所有現在發生太多因例 譬如說優異症 包括警察局消防局也非常的多 這些東西 特別是一個政經地位比較低的高雄市 它是優異症是比一般的城市還大的 所有的精神科技是我認識的 他們都非常非常的緊張 很多的包括不必要浪費的社會成本 家庭的悲劇 我們到底在這個城市裡面 有給多少的經費來做這一塊 沒有 我們只不過有一個叫做欣慰中心 來表示說我們對這一塊的重視 但是這個城市需要一個全面性的欣慰中心 心理防治的一個整體的政策 是不是這一點 我們是不是在完整的健康城市策略 我們先請那個衛生局的黃局長來做一個回應一下 好不好 來 議長請到 好 謝謝主席 謝謝政議員 對於整個健康城市的策略的一個關心 確實在整個健康的促進裡面 三段五期 無論在硬體跟軟體部分 事實上它必須要一個更完整整體的規劃 好 那在目前我們衛生局採取的 事實大概是依據我們最高的危險的一個 最具有危險性的或是最顯著的部分去做介入 譬如說我們的密西型肝炎等等這些 我們可以在衛生局的在作為上面可以直接去做的 但是事實上 政議員剛剛講的 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一個整個城市自己的基礎就是 其實這個健康市應該是大家 它是總體的結果 所以它是包括軟硬體 包括我們的生活型態的一個結果 所以必須要是 需要有更明確的一個論述來支持 這樣一個策略是沒有錯 好 局長 謝謝 請坐 如果我講的這個是在台北市市長 我如果在台北市講這個 我覺得那個是為好人 他們的政經條件大家 這樣的一個好條件 我說這個多此一舉 可是我們高雄這個城市是更需要公衛 公衛的預算來做這一塊的投入的 公衛的預算來做這方面的投入 因為它需要這樣的政策 總之它是需要一個錢 中共一股是錢 那這是第三個建議 那我們接下來 這個是我們台塑的人物廠 這是這兩天的消息 我順便要問局長 衛生局對這個態度 我們怎麼樣 如果今天 我們任務的董事 議員的董事 走去控制 任務廠說 你看這個研究 這樣要怎麼辦 局長你怎麼樣回應這個問題 因為在雲林縣就發生這樣的問題 要不要簽校 要不要怎樣 局長是不是回應一下這個問題 這是一個很嚴肅的問題 局長請回答 好 謝謝主席 謝謝政委員 對任務廠的一個 污染區的 居民升功能的一個 情況的研究的一個關心 那這部分其實我們跟環保局 有很多的一些密切的討論 那基本上 那個研究基本上 它是提出是一個相關性 有相關性存在 但是他並 在吳教授裡面 他也講到 並沒有明確的因果關係 但是很多的環境 或者很多的人的照顧 其實我們不應該等到 說有因果關係 才去做進行下一步的動作 局長我要問一下 這個消息出來 我們衛生局有任何回應嗎 用官方來對這樣的一個持品說 可以怎麼去做一個 或是我們衛生局的態度是怎樣 我們跟環保局有特別對策部分 就是說 第一個是那個研究 代表的意義去做了解 第二個部分是說 我們目前在做一些了解說 接下來要做的 目前還沒有正式回應 但是已經有內部的想法是 包括因為他是拿的是 100年的資料 那對於這樣的資料 本身對於被認定有 甚功能異常的這些居民 那應該要求是說 對於後續的一些追蹤照顧 還有當然環境的部分做一個了解 因為我們是很怕民粹 凌駕於專業 如果說大家都來來 每年要選舉 大家為了要票 來我關心我們這首 我們關心這個地方 我們要求他要改善 要求怎麼樣 這個都有可能 明年都會可能發生 每年都這樣的一個劇 都會一直在上演 所以局長這個我是具體這樣的建議 請坐 那另外的我比較最後要講兩個 一個是長照一個是幼 老無老以及人之老 幼無幼以及人之幼 長照政策在今年實施之後 我想包括我們在部門質詢 也問過我們社會局長 也問過台社會局長 那我們必須要坦承 到現在為止 我也跟市長報告 所有的長照政策裡面 我提出了三點 第一個 資訊的系統 所有的資訊系統裡面 中央跟地方 它是一個混亂的 是一個混亂的 我們在很多的長照 從地方到送到中央的錢款 也因為這個系統非常的混亂 演織到很大大效率的問題 長照我們要派工系統 我們也有派案系統 我們要建置人 所有整個案子的人的系統等等 這些系統 充其量都沒有把它建置起來 那我們要講的是 健保局裡面早就有這樣的一個資料庫 所有應該會去參加長照的一個對象裡面 幾乎都是健保局的常客 所以局長 我們都認為 現有的第二點 所謂的設政跟衛政到底要不要整合 我記得我在上個會期 我們也特別跟市長跟所有局處來建立說 是不是要整合一個長照處或長照局 因為中央要成立長照師了 我們是不是要思考說 為了這樣的事權統一 我們仍然要覺得聲稱覺得 還是要衛生局要挺身出來 因為第一線從它的長照中心裡面的做一個評估到地方專業人力的配給跟調控 一切最大的最大的調控還是在衛生局 那地方還是在所謂衛生署 所以我們要講的是一個資訊系統跟一個資訊的整合 大大的影響到內耗我們現有的預算 現有的預算跟效率 最後一個是我們現在所謂的長照2.0 長照2.0 長照2.0我們一直在強調在地老化 所有的學者很多在講在地老化 但是我們發覺上次市長去參觀小港的大平頂的 一個日照中心的成立 但是我們發覺它的建制成本非常的高 使用率低所謂使用率低 所有的人他們要遭到幾乎三十個要日照中心 他只要一個月還找不到 這是何等的誇張 有這麼8.3萬人高雄市有這些失能的 有何無這個資格的 就可以摸摸西 但是他為什麼他不願意去 還有交通車 那我們也會建議說 是不是在一區有一個長照中心 連結一個整個大型的長照中心做一個分區 來做一個評估 最後一個我們希望保留社區關懷站 我想劉斯灣委員也講到一個重點 他特別強調叫老人食堂 社區關懷站最重要是 老伙子大家做這會 你要跟他教育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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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育 他吃飯大家做會很高興 所以我們社區關懷站我們的建立是 多廣設社區的關懷站 我們製造中心或者ABC 一切都是網坦 浪費這些機制 所以我們會來做一個具體建立是說 如果我們在製造中現況的話 我們希望以台灣的民情 真的是需要在家照顧的高達7成以上 他要希望我又如何 7成以上都希望在他們家照顧 而不是去出賓 讓他們知道我是破壁 第二個我們現有的長照人力 那麼樣的不足 我們也希望說照顧的人力 本身就是具備照顧的人力 用這樣來做抵補經費上的補助 我想這樣是合理的 所以最後一個誘惡政策 我跟市長報告 這麼多包括零歲到兩歲 包括這樣的經費的補助 我要講一個數據是 等等這些的幼額裡面時間的關係 我們只有一個建立 這麼多的錢 我覺得最出爐 最有效果 增加高雄市的 一個月你整期都一個月一萬塊 他零到二歲 讓人請 他要請 他們自己的店 或是自己的伯母做一個補助也好 現有的中產階級有工作的人 也不敢生 也要補助 因為這些人 也是我們社會的中間分子 但是他真的也不太敢生 最後三到七歲 我們希望能不能補助 我們這幾年 這一兩年 我們一直要求教育局說 是不是來把公託和政家斑 我看那裡也不用 那錢整個用在私立學校補助 我覺得這樣 能夠把人員 人力做這樣的調控 是最經濟實惠的 所以我們最後 在最後的兩分鐘 我們要講到 我們在這樣的 經經價格 講到長照 講到我們幼兒 講到我們剛剛前面講的一些 我們不合理的 我們的現有的高雄的環境品質 我們希望 合理爭取到 統籌分配款 因為我們真的不是草堂吃的小孩 我們只不過一個體質差的城市 我們希望能夠站在一個居住正義上 來環境體質來做一個改善 這樣卑微的要求而已 第三個 我們也希望以台灣來做一個整體的規劃 它只不過是一個 合理的區域建設的平衡 所以 我們是不是高雄這個體質回不去了嗎 我們盈利 從人口土地財政 環保 我們希望能夠列入統籌分配款裡面的 一個其中之一 不然英文都沒有機會 高雄因為我們都沒有機會 我最後要結論是 如果小港區是相對於 高雄是一個高污染的地方 它每年分配的回饋金是必然 那高雄一定是全台灣 應該最需要關注的城市 這是我最後的結論 所以我想我們希望 我們爭取這個合理的統籌分配款 我們是有所本也有所理 我們這個城市需要翻轉 我們真的需要很多的錢 這個錢我們不是要炒糖 我們是要給這個地方 這三十十年來 一個退經濟起會的高雄 一個回饋 跟一個公平的對待 我想這樣的剩下幾點 我想今天的總質詢到這裡 請市長做一個簡單的回覆 謝謝 市長請到 許副市長請到 謝謝主席 謝謝曾議員 我大概做兩點比較大的方向的建議說明 第一個關於空氣品質 這幾天看到不管是臉書或者是說在PVD上面 其實很多的網友也在做這樣的一個批評 事實上其實就空氣品質上面來講 大概分做三個部分 我們的污染源來自於境外的 來自於這一個台灣 但是高雄市以北的這些地區 另外三分之一當然是高雄市市內的一些 不管是固定污染源或者是移動性污染源 所以基本上當然我們對改善 特別是冬季的這個空氣品質來講的話 高雄市政府自己本身應該還有努力的空間 這沒有錯 但是這麼大規模長時間的這個埋害 特別是對於台灣的中南部 這幾個縣市來講的話 其實說實在你都苛責縣市政府 也有一點這個在理論上面是說不過去的 那我希望這個當然我們屬於這個台灣 我們自己可以解決的問題 我們自己來努力 屬於高雄可以解決的問題 我們自己來努力 那我也希望這幾天這個環保局 能夠特別把這個 不管是埋害或者是空氣品質不良的 這樣的一個狀況 其實清楚的對外說明 這是第一個部分 那第二個部分 當然講到統籌分配稅款 那裡面最重要的當然就是這個 根據這個分配稅款的辦法 其實營利事業銷售額每個縣市 它佔分配的這個分值的50% 它非常的重 那我舉一個數字 整個台灣六都裡面的營利事業銷售額 台北市一年是12兆 這是第一名 第二名呢分別大概都是高雄市跟新北市 我們大概就是一年四兆的營利事業銷售額 那至於其他的包含台中 桃園 台南大概就是兩到三兆 你從這個營利事業銷售額上面 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台灣真的是所謂的六都 基本上就是一大五小 我們的營利事業銷售額 我們跟新北市兩個二三名加起來 都還不到這個台北市的三分之二 所以為什麼我們一直講說台灣的發展 某種程度在手足圈已經過度的集中跟機型 那特別是這一些營利事業銷售額 很多它是公司在台北市 可是它的生產的工廠 它其實並不是在台北市 它有可能是在新北市 有可能在桃園 那很多更是在我們高雄市 所造成的這一個在地的空氣汙染 等等的外部的成本 甚至包含水汙染 甚至包含公安的事件 這些外部的成本 都必須由工廠生產的 在地的縣市來承擔 那我們不但在營利事業銷售額 在作為統籌分配稅款 分配的時候 我們分配不到 我們另外還要自己縣市 拿出自己的經費 來處理這一些企業所產生的外部成本 我們在講南北不公 事實上就來自於這裡 所以為什麼台北市每年的 單單統籌分配稅款 要比高雄市還要多出 這個100到120億 明明我們的人口比台北市多啊 我們的土地也是台北市的這個11倍 那我們的這個所謂的分配不公 其實就是在我剛剛講的 公司設在台北市 生產的工廠設在外縣市 導致整個營利事業銷售額 在整個台灣不單單只是對高雄 他甚至在六都裡面 就是我說台北市一個獨大 然後其他五小 這種激情的狀況 我想這個部分真的是 在做統籌分配稅款 未來的整個修改的方向上面來講 我想真的值得我們所有 這個參與公共事務的人一起去努力 以上跟鄭議員做這樣的一個說明 好 謝謝鄭光宏議員 休息十分鐘